童謙中佑的長官吹就 各位一位先生 大家好 我們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我們整個人選擇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接你各位分享 那今天我們看過這個名單 有加上工作 可能關心我們學校學衛同飲料午餐的部分 當然也有我們農民的代表 所以我講的部分 我們就是有講到生產專業消費專業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知道 現在新北市政府在今年有機農業的 是我們最主要的政策之一 到這個部分 我們會跟學校來多結合 其實學校的計畫 只是我們有機計畫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因為我們有討論到 剛剛我們剛剛有一個安寶小姐在分享 他說通牧的問題 其實這也是我們農民在做民主的時候 他討論到通牧的部分 他通牧的部分 也是我們必須在農政單位 替我們的農民去設想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接下來的簡報裡面 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我們這個部分 大概就是從這個團體的部分 來各位分享 有關我們跟學校合作的部分 以及我們在農民推廣 整個補導的部分 那我們有哪些補導的措施 還有 剛剛也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學校單位 其實我想今天就為大家 對有機構的人民的概念 也有一定的認同的理念 可是並不是全部所有的家長跟學童 甚至消費者 他有這樣的觀念 所以我們在推廣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們也有提到說 教育推廣的部分 應該怎麼來做 能夠大家來認同這樣的觀念 我們現在是前夕北市的公菜企劃 我們是從今年開始實施 截至到目前為止 我們有實施所的活動小 大概一萬三千人 在使用我們的安新有機蔬菜 待會我再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安新又掛股有機蔬菜 那我們現在也都是供應一次 目前其所由我們本地的農物來提供 另外其所是由縣市合作的有機農場提供 那我先去解釋一下什麼叫做安新 因為我們知道有機驗證 有機轉星期 它必須經過一定的流程 才有辦法拿到這樣的驗證條章 剛剛我們的書組也有分享過 那這個部分 因為我在推廣有機的時候 我們的農民並沒有辦法 戶口只有拿到我們所謂的有機條章 所以我在推廣我們新北市農戶的時候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一個這樣子的 給我們農民的鼓勵 所以我們有在新北市 現在成立一個安新雕章 所謂安新雕章 它就是說 它在全城用有機栽培的方式 栽送出來的蔬菜 或者是農產體 然後它必須在最後農業檢出 然後它必須是新北市匣內的農民 或者是農部 或者是農民團體都可以 所以這是安新跟有機不同的地方 那當然我們安新雕章的規範也慢慢的出來了 然後雕章也設計好了 我們還會跟自衛財產權這邊來做一下申請 那這是我們所有學校 目前大概就是我們小農的部分提供我們就是在地 就是我們搭配小農搭配在地的學校 因為我們有些學校是非常小的 像我們淡水中山 都有80個學生 那我們就是透過當地的農民種植蔬菜 直接送到學校的廚房去 那當我們有大集的學校 2000多1000多個 這個學校的部分 以我們新北市現在的農曆 要供這麼多的有機蔬菜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們就透過縣市合作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地的農部的部分 就提供我們在地的學校 小型學校 那大型學校的部分 就是透過縣市政府的合作 你要從這個部分進來 就一定要拿到有機轉型期 或者是有機標章的蔬菜才可以進來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到現場的業 可是安心蔬菜 我們剛剛也有分享到說 我們很多的蔬菜 就是已經刺到肚子裡面去了 才知道說它到底檢驗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安靜標章的部分 我們在蔬菜要上 送到學校的前十天 我們就到農場去抽驗 抽驗的時候 我們把蔬菜送到學校的廚房去的時候 檢驗報告同時送到 如果它變出來是有農藥材料 所以它就覺得不能有 我們會採用我們的營業措施 那目前我們這個營養午餐 除了今年的十四所事辦之外 明年的就是三月份 我們會推廣到五十所 那我們現在是有二十三所 有編製的營養師、學校經濟師 那這個部分是 我們明年是正做自立午餐 所謂自立午餐的是 學校自己有廚房的 它自己學校是自己煮的 那我們現在新北市的部分 大概有八十五個廚房 公里版的學校 所以我們下半年會再推廣到一百所學校 所以我們明年目標是 最主要是自立午餐的學校 當然我們有示範一些團善的部分 那可能各位在當媽媽就知道 團善的可能更複雜 因為自立午餐就是 學校的廚房主要就是送離好廚房吃 可是團善的部分 為了讓小朋友口味多樣化 它可能一個學校跟兩個到三個的 團善業的合作 我這個月我們可能公司廠商吃 下個月公司廠商吃 我小朋友吃膩了 在下德國我會回歸A堂商吃 所以在配菜的部分很辛苦 這個我們知道的 因為一個團善業者 他可能一下子接了四五間學校 那這個學校 他的菜量可能這個月是二十公斤 下個月是三十公斤 然後又吃不同的菜 所以一個團善業者 我們現在拜託團善業者是 有四大人所學校是 這一個學校的菜 另起一個爐灶幫他炒 所以也要團善業者去配合 這個在配合度上是更困難的 所以這個團善的部分 我們在一零二的部分 一零二年我們會再推 所以明年我們是推自立午餐的部分 那我剛才有講到說 推行這個安心蔬菜跟有節蔬菜的部分 我不曉得各位是不是不知道 我們在推安心蔬菜之後 也有遇到一些困難 所有困難是說 這個學校要求七點半 菜一定要送到廚房 對 如果今天我這個農物 搭配這個學校可能沒問題 我可以一大早吃一點起來採菜 如果是量不多 我就送到學校去了 可是今天製作的菜很多呢 他必須要我們常設備 這個是農政農業局需要幫他解決的 然後另外也是說 萬一我這個農場 我同時要送四間學校 五間學校 七點半要同時到 物流怎麼辦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考量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今年實施所需要 可能還沒有這個問題 明年五十所一百所的時候 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部分是 另外比較細節的地方 那我先談一下 是我們的供應油省 一般是我們教育局這邊 協助代理我們是採購契約 那我們目前 其實身兼蔬菜是不適用採購法的 不過這個不用適用採購法 我們還是用採購法的精神 而辦理 那學校開入需求之後 就要做生產規劃 這個會不會是屬於器座 這就是用到器座的功能 我們如果說學校在 比方說我們下個月 要供菜 我們目前是每週供應一次 下個月要供菜 這個月的生產規劃就要開了 農民就要在這個時候 比方說現在冬天 他的菜粽子的時間比較很長 可能要獅子貼到的時間 你現在就要種 種了下個月 他第一宗 他要空心菜 你就必須再往前推 推四十天到五十天就要種菜 再下個一月份的第一宗 是供應空心菜 二月份要供應小孩菜 你都要上去推的 所以這個生產規劃就要出來 那在種之後 我們剛剛說前十天 我們就要去驗農藥 那同時 收菜方面 七點蛋糕學校 七點蛋糕學校之後呢 我們檢驗報告同時送到 那如果這個都很OK 時間都好了 那就直接進補房 可是如果說我們第一個 有農藥的話怎麼辦 那配合的農務 他必須自己去釣貨 這就是我們的硬電影 那如果遇到颱風呢 颱風的話 颱風的話 他必須 就要透過火盆去釣貨 那我們釣貨的時候 必須準備一個月的量 為什麼要準備一個月的量 因為栽種有時間 颱風不可能只有吹最快 他可能整個地方生產地都沒有了 所以要準備一個月的量 必須知道下四周的菜要從哪裡來 這是我們也有考慮到是個1.2 那應變三是 我送菜到學校去之後 那學校應不過怎麼辦 學校就說這個蟲太多 這個大小不一 蟲孔太多 所以我要退貨 好 那退貨了 七點半了 退貨 九點要下鍋了怎麼辦 另外 還是要有應變 就是可能 要從其他的有機農場來供應 或者是提供整棟蔬菜 那最差的結果就是 由原來的工藝廠商來臨時去釣貨 那臨時去釣貨的話 我們就沒有要求是一定要有機了 這個已經到最後釣不到貨了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談了應變的措施 那這個部分 剛剛談的是學校區分 那另外這個部分 我們都很快的帶過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有機農度的驗證 像我們今年 我們達成的目標 現在已經補成22班 然後有200多的農度 配合我們這個有機推廣的計畫 那分地面積推廣了129公頃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有機栽重的講習啊 然後辦一些補助的部分 那補助的部分 我們有分很多的次計畫 不管是它的資材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農技的部分 我們都會做一些補助 那我們也希望降低農民的生產成本 因為農民在剛開始從事有機 其實它的生產成本 是比冠型作業的生產成本來高 那政府站在政策的引導 一定要做這樣子的補貼措施 讓他們能夠進來這個區塊 因為實際上他們到時候的生產成本 如果順高的話 就很辛苦 那我們目前 以今年的申請轉經期的驗證 已經有21度的通過 以目前的成績來講 那我們持續補導的 大概還有187戶 然後面積可以達到100多公頃 那這剛剛講的是 就是有機肥料一些補貨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 我們講到農民的部分 就是 通路專櫃的一些設置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必須農民 考慮到農民的 它種子 不然東西要怎麼辦 除了我們提供學校上的通路之外 我們也在 我們的農會設了一些有機專櫃 我們也發現有一些 消費者會說 其實我要去買有機 因為我不小心哪邊買 因為它有機有一定的 固定的通路 那我們現在來透過 總會來設置一些有機的專櫃 那有完這些補導措施之外 我們也除了設置這些專櫃 我們也做了一些雲端的 專櫃的架設 但是我們雲端端做了一個首頁 可以大家看好一下 那就分了有機專區 還有地域樹果專區 還有塑膠專區 那塑膠專區 我們在做什麼 最近的獅子水林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 比較可能要濕層的 我們要為縣市政府部的部份 他可以透過這個網站 然後 同我們市政府的 員工或者是一般消費者 可以透過這個網站 塑膠專區 那雲端的柳丁 跟我們有做一些合作 那推廣教育的目標 我們發現說 剛剛開論民意有講說 我們學校很多 他的這個裡面 並不像與會的各位 不合得完整 所以我們再做一些推廣的計劃 因為我們剛剛 他開始在實行的時候 跟下午那個淡水的蔬菜 很大會分享一個經驗 就是說 學校的觀念 不是那麼的完整 所以他在接受 火些有機蔬菜的時候 他可能會覺得說 我看起來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就有產生退貨的狀況 那我也因為這樣子的例子 我們辦了所有營養師的 有機栽培師 他們到現場去參觀 讓他們知道說 有機蔬菜是怎麼來的 然後會不會這些種子營養師 在透過我們所有學校的營養師 去教育我們的學童 甚至到校長 那我們學校校裡有機宣導的部分 我們除了編一些有機的教材 然後也透過一些學校聯絡物 跟家長宣導公布欄 然後甚至在招會裡面 跟小朋友講說 我們今天吃的是有機蔬菜 農民怎麼辛苦的種 然後還請學童到我們的農場去參觀 實際去了解說 我今天吃的菜 原來就是這一區種出來的 那整個計劃的中效 大概就是 我們除了希望提高農民的收入 然後活化我們的學字修根機 因為透過這樣補接政策的話 或許我們可以吸引一些 青少年的農民進來 因為我們現在 金湄市的農民算是比較老農 那他們對有機的概念不是那麼的好 就是說他對外景也說 那我的金湄鋪啊 那我那幾個財貨啊 那我換到的大修的貨啊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樣子觀念的推廣 然後也吸引一些有機的青少年進來做的部分 然後當然有機到最後就是談到生態的部分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計畫 然後讓大家來關心一下地球 那當然我們也曾經受到質疑 所以我們的議會 我們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他就有講說 那學童每週只吃一次菜 到底有什麼好處 好像看不出效果嗎 其實我在想說政府的政策在做的時候 是做一種比不到 那我們希望說藉由吃一口菜的部分 可以讓我們的民眾、學童、消費者 能夠了解說農民種菜真的得吃不易 然後也透過這樣的計畫 讓大家來了解一個生態的重要性 那也可以照顧到我們 有機生產農民的消費農民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新北市的學童三十幾萬人 然後他的人口數、消費人口數也是最多的 將近四百萬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能夠改變生產地的工作方式 然後最後我們能夠達到生產者與消費者雙贏的境界 這是我們的期許 也希望以後我們真的是可以達到這個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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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賛 ole 謝謝 謝謝